為了促改住宿市核武機構的使用者 以及加上的經濟負擔 為先後立部推出住宿市核武機構的使用者補助風暗 只要在住宿市核武機構的時間 累一半九十天以上 就當領處六萬塊的補助 童話館政府提出要不信簽的名將 要把時間請機構提早辦理 下一次是自己到童話館登校中心來信簽 只要是在住宿市核武機構 都有機會得到六萬塊的補助 這是為先後立部為了要兼興 需要登記照好的家事負擔 所以推出一項後立政策 童話館中翁輝密表示 童話館在今年八月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已經突破了二十萬人 在中假當中五百分之十六十四年 需要讓照顧的 童話館還登校機構 幾天朋友登記以來對長輩的照顧 為了提亮在有登校的家庭 今年都只要在機構大媽90天 數點歲在二十八以下 就有身賺六萬塊的補助主 我們有一個專線 叫做一九六六 是我們的長照專線 我們彰化現在發援 我們六十五歲的長輩 就已經突破二十萬人 那這十五點幾%的 六十五歲長輩裡面 大概有十二% 他是需要 他是失能的 是需要照顧的 那在這邊要謝謝我們 這個長照的相關的 這個機構長期以來對於這些長輩的照顧 那今年聖誕老公公快點來講 那你今年只要在機構住滿九十天喔 住滿九十天 你就有資格申請 Lapacola 那因為我們有透過機構先行 那還是有一部分的民眾還是沒有 那在這邊也要呼籲 你只要在今年有住滿九十天 那所得稅是在二十%以下 你就符合申請我們這個六萬塊錢的資格 長華館以後一百零八年 都人造的台幼是四千人 目前已經完成修理 新鮮有三千一百典 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 都是透過機構去做新鮮 為了好主持人都可以順利在這補助 長華館另外用簡訊 那是雙團團的紅線 鐵星壓不新鮮的賓獎 愛把的時間 第十八空九年 二位十五合進展 請他記憶他早辦理 那是感覺到中華館 當時有中心新鮮 新中華新聞被編令中華 彩虹報的